第八百八十四集 仙人 听到这儿张凡终于色变 他想到了很多答案 却唯独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个 子福州果然不是普通的仙界碎片 陆地真仙也不是寻常的仙人者凡 当日在传承殿中所听闻的那句话 不觉间又从记忆深处浮现了出来 张凡隐约间似是捉住了什么 又摸不透其中的玄机 不错 正是仙人哪 当日子福州路晨 我子福一脉凌落 本以为此后无数年 当时在黑暗中行走 也在期待着子福州 重新从汪洋中浮出 我等能重回家园的那一日 就在这个时候 仙人出现了 那是一个朦胧的光影 看不真切面貌 只能见得他身后背负一剑 依靠在一处棚架之上 架上有葫芦藤缠绕 八个葫芦悬挂在藤上 玄心老人如同梦意一般 将当年所见的一幕详细地说来 在他提到葫芦藤 提到其上有八个葫芦的时候 张凡心中便是一栋 回想起数百年前 在地下修仙界所见的那一幕 当真是心脏一紧 若有手掌攥住一半 真的是仙人 至此 张凡真正相信了玄心老人的言辞 毕竟当年之事 他几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真正见过那一幕完整前后的 也没有几个人 作困东亚日出谷当中的玄心老人 当真不可能知晓才是 他并没有打断对方的叙述 玄心老人依旧沉浸在那种情境当中 娓娓道来 仙人出现在我们幸存者的面前 要我们履行仙辈的承诺 负起我们这一脉的责任 什么仙辈承诺 什么奸商责任 我等全然不知 仙族也不曾试下 然而说起这些是货真价实的仙人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走投无路了 人间之大又既无藏身之地 也就别无选择了 于是你们就到了此处吗 是啊 光柱一闪 破开了人间的屏障 直接就将我们送到了此地啊 老朽还记得 那个时候还年轻 在光柱中 还曾望外张望 见得人间一幕 渐渐远去 终之不见 那个时候不明白 这就是老朽最后一次 见得人间的家乡风光 到了这东亚日出谷 老朽等人才发现 还有不少族人竟然同时出现 他们见到的一幕 与我等相同 而且是同一世界 玄心老人的脸上 竟是惊骇之色不满 时隔数万年 游自让他震撼不已 华神千万啊 同时用大法力 带我等入日出谷当中 这般的神通仙术 当真可不可畏 即便是今日老朽想来 也是高山扬指 不能忘其相辈啊 张凡听后 也是点头不语 同时也明白了 新兰仙子所言的 他们子府一脉 消失人间的原因所在 只是不知道 为何会有如新兰一脉 足人流落人间 也不知道是力有不歹 还是认为已经足够了呢 这个问题 怕是要问仙人本身 才能得到答案了 玄心老人 那么你们子府一脉的 所谓的所谓责任 就是看守妖神了 嗯 是的 玄心老人点了点头 玄机从怀中取出遗物 平摊在手上说道 进入这日出谷之后 仙人本尊 虽然不曾再现身过 却以这玉灵的遥控我等 就是防止妖神附生 更不能让他们离开此间 仙人曰 这就是我族的责任 玉灵的 张凡凝望着玄心老人手中之物 一时陷入了沉思 那是一个看上去 晶莹剔透 有经络一般的乳白色缠绕 其间的玉制灵的 看上去小巧玲珑 精致而朴实 单单眼望 耳中就似可听闻到 清脆的铃声 张凡的思绪 却是早已离开了这个玉灵档 飘到了不知名的远处 子府一脉的责任 那就是陆地真仙 陆宇的责任了 在往上追溯 只能是其折了凡尘之前 在仙界的身份 他到底是什么仙人 又和妖神是什么关系 如何会有这般的责任 哪个将子府一脉 带入到东亚日出谷的仙人 又是何身份 和陆宇 又是何等关系 又为何要如此做呢 千头万绪 一个疑问解 更多迷惑声 理之不清 斩断还乱 正在这个时候 叮铃铃 叮铃铃 清脆的铃声入耳 张凡脑海为之一清 好像所有的凡尘和烦恼 皆为之一扫而空 张凡的神色瞬间为之变化 目光如电 宁于玄心老人的手上 与他一般模样 玄心老人也是大惊失色 平摊着手掌 竟是有些颤抖了起来 鱼铃铛 闲 闲 闲人 玄心老人对此的激动和震惊 远在张凡之上 说话都有些磕巴起来了 不可能 不可能啊 闲人与铃铛 至少有万年之上没有响起 怎么会 他的话还没说完 张大者的嘴巴 就再也发不出声音 眼中尽是震撼和惊骇之色 那枚玉铃铛 无风而动 铃声自响 继而颤动不止 似要飞出一半 在张凡和玄心老人 紧张的注视之下 变化持续了一两息之后 猛的一下安静了下来 好像在积蓄着什么 最后砰的一声闷响 破碎开来 化作一盏玉粉 从玄心老人的掌汇 指缝滑落 仙人玉铃铛 碎 这 玄心老人眼中一片茫然 好像有什么珍贵 而重要的东西不见了 这数万年间 正是通过这个领档 仙人下达命令 明确了他们一族的责任 此后种种种种 现在 这个玉铃铛破碎了 玄心老人 感觉就好像什么 很重要的东西被抽离了 不见了 这些年来的坚持 仿佛也失去了任何的意义 与他不同 张凡的神色凛然 在玉铃铛破碎的时候 他依稀能够感觉到有一股意念 从中顿出 瞬间顿入空间的缝隙当中 不可琢磨 只知道其疏忽远去 若是投奔向什么方向一样 仙人临凡嘛 张凡瞳孔收缩了一下 不顾玄心老人色变 缓缓说出了最大的一个可能 地心溶洞中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 最终张凡长生而起 对茫然依旧的玄心老人说 老人家 张某告辞了 七日之后 莽苍山妖神崇立天庭 再选妖皇室吗 张某记住了 此事因我法相宗起 自由我法相宗弟子来了结 而等子府一脉的责任 尽可去矣 说话之间 张凡的身影渐渐模糊了起来 仿佛稍稍一个晃动 就会彻底化作虚幻的雾气 再不复存在 等等 导游 究竟何人 老人家 你可以叫我 东皇 对了 请帮张某转告另外六位 说是 责得粮食 张某当亲王拜访 砰的一声 泡沫破碎 梦幻成空 张凡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了地心溶洞当中 只留下玄心老人一个 独自品味着东皇二字的含义 渐渐的 他似乎恍然了什么 抬起头来望向张凡消失的所在 神色间有说不出的复杂 是解脱 是恐惧 说不明白 玄心浮岛之外 正对着朝阳方向 一个人影 渐行渐远 没有人注意到 浮岛最巅峰处 不知何时 一个老者 拄着拐杖 立于心灰 站棋之下 没有人察觉到 在山脚下 也有一个少女 将小手 遮在额前的眉上 眺望远方 这一老一哨望去的方向 张凡的背影 在朝阳的映衬之下 镀上了一层金边 几个闪烁 消失不见了 东皇 玄心老人 在心中 咀嚼着这两个字 竟是不知 是否愿意再相见 生怕再见之时 就是张凡 实现他临去前的 那句话的时候了 星仪就简单得多了 他缓缓地放下小手 悠悠一叹 再见了 外来人 无论是 玄心老人的复杂 还是少女星仪的简单 都不曾萦绕于 张凡的心上 此时 他的脚下 眼中 只有这东崖日出谷的大地 还有那祖祖辈辈 生活在其上的人们 真正离开妖神 和修士的云端 下来行走在大地之上 张凡才真正见得 这处妖黄诞生地的 另外一面 人类为纪元的主角 妖神时代落幕之后的天地宠儿 在这一世上 任何一个角落 怎样的环境 都由人类繁衍 这是天道眷顾 气韵不竭 在这东崖日出谷当中 亦是如此 谁也不知道 这些人族是在什么时候 扎根于此地 繁衍至今的 是在那初代妖黄诞生的时候 亦或是其后 是土生土长鱼丝 还是什么大能 将它们传送其间的 这个谜团 或许到了天荒地老 宇宙毁灭 重演天地 再现洪荒的时候 也未必能有答案 张凡也不需要这个答案 在初见这些凡人的时候 他就恍然 为何无论是少女星仪 还是福岛上的修士凡人们 在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 就知道他是来自外界 而非东崖日出谷当中的人 看看这些土生土长的人类 就能明白了 如毛淫血或许未必 然而肖木做毛 恋童成兵 兽皮才衣 猎鱼为生 及其原始的生存状态 确实是实 张凡一身华衣 气度雍容 威严自生 与那些哪怕地位最高者 也以身着华美的兽皮为荣的 土著相比 俨然云泥之别 差距之大 有有过之 任谁都能一眼将其分辨出来 看看这些凡人 一个疑惑 忽然从张凡的心底浮现了出来 他们身上的气息 与天地浑然一体 显然是土生土长的生灵 更受天地的眷顾 这般气息即便是在此地 繁衍数万年的子府一脉的先凡 也不能比较 可是这么漫长的所在 他们为何还停留在如此初始的阶段 连最基本的种植都不会呢 一路行来 张凡见多了以渔猎为主 采集为辅的凡人部落生活状态 原始到了极点 天下人族 具体到个人 或有强弱之分 与会之别 然而放大到一个群体 却是大致无二的 这些东亚日出谷的人族 也为人类的一只 岂会愚昧笨拙至此呢 不下十万年的繁衍 才到这般境地 这怎么可能 到底是什么力量 有意在控制着他们的灵智 张凡心中生疑 行走大地的同时 也流行观察了起来 渐行渐远 不知不觉间 一路见过数十个大型部落 小部落就不算了 凡人数以千万计 答案渐渐无声地浮现 张凡一路所见 那些凡人所组成的部落 从头到尾只做过三件事情 一 鱼猎采集 乃是温饱之用 二 彼此征战杀伐 三 是祭祀神灵 前者最为重要 却不放在部落凡人的心上 后两者则是重中之重 每一个部落 每一个凡人 几乎都是为其而生 为其而亡 短短数日的功夫 张凡见得的攻杀数以千次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 灭亡的部落 更是达到数十之重 这些战死沙场的部落土著 还有被俘的部落俘虏 所有的一切 最终都会在胜利者的部落当中 化作对神灵的祭祀 真正让张凡为之瞩目 为之动容的 也正是这些凡人所祭祀的神灵 有泥雕木素 有克食而成 近乘猪般的模样 独独没有人形 这便是日出古人族所祭祀的神灵 或壮如犬马而赴鳞片 手如龙 仰天咆哮 口吐烈焰 脚踏神龙 吸水是血 此乃太古易寿 朝天侯 或泪虎而牛身 便体刺毛 若刺猬一般 背生双翼 凶利非常 此乃太古妖神 穷奇 或狐身而生九尾 美丽无比 美惑众生 此乃太古妖兽 九尾狐 或玉虎而生 红光照体 羽翼华丽 形态孤傲 此乃太古神兽 朱雀 朱般部落 所祭祀的神灵 非是异兽 便是神兽 不是妖神 就是妖兽 皆是太古强大的生灵 生而不同 由翻天覆地之威 所有被祭祀的神灵 在那遥远的太古时代 不是拥有妖神氛围 就是一方霸主 可以说 没有一个 不是在人族修仙者的典籍中 值得大书特书的存在 最为关键的是 这些神灵 张凡在不久之前 刚刚在某个地方 看到过一次 古城 大鹏王 尼肃 当日大鹏王 手捏上古 七十二大圣的法相 以赠顽童 庇护安全 不为其失控时 所吞噬 这些日出古的土著 通过不停地 征伐公杀 以败者作为祭祀 所祭拜的 无论是妖神 还是异兽 也无不在那七十二法相之中 换句话说 他们所祭祀的 正是上古之时 进入其间的 法相宗七十二大圣 他们 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当发现这点的时候 张凡的心中 也是有所疑问 那些凡人 自是看不出什么 只是按照规矩祭祀而已 然而 这一幕落在张凡的眼中 可就大不一样了 第一眼见得 张凡就发现 那些神灵塑像之上 明明灵光不灭 无形的通道接连 引然神道法门一般 就一种呆滞在其中 恰似人间有那吃傻之人 不知为何而生 为何而苦 终日茫然 突然饮食呼吸 不过是本能罢了 这些神灵也是 通过感受其上的气息 张凡就感觉到 这些神灵似乎陷入到了某种特别诡异的境地 只能被动地接受 本能地容纳 没有真正的灵石在其中 是生非死 撞死不死 当真是奇灾怪也 带着心中的疑问 张凡朝着朝阳升起的方向 一路行去 那人间杀伐 他也懒得干涉 与其突费力气于此 还不如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几日之后 就是那妖神汇聚 重立天庭的日子 到得那时 自然一切了结了 这一日 张凡行走大地 置于滨海之地 立于一处礁石之上 远可见朝阳悬浮于海上 尽可听闻 海浪拍击礁石之声 周骚皆是略带 欣慰的海风 在徐徐吹拂 忽然 他眉头一皱 目光扫向一个方向 在那里 依稀有人声 借着海风之力传来 不要逃 站住 兄弟们 傻呀 宰了他们 割了头回去记神 我们就是族里 最厉害的勇士 傻呀